明月是一年一座金曲奖颁奖典礼 其中一座特别贡献奖 颁给了今年一七三岁欧阳飞飞 这是她出道以来拿下的第一座金曲奖 对她来说可是意义非凡 典礼当天欧阳飞飞也特别顶着 大家熟悉的经典发型登台 换起不少老歌迷的回忆沙 成为典礼上的一大亮点 典礼结束后她被问到 是否有开演唱会的计划 她则立调透露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不过有计划出新歌 但也像说暂时卖个关子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 欧阳飞飞的侄女欧阳娜娜得知姑姑得奖后 也特别在微博发文 大赞姑姑是最亮的星星 提问出网友也分明在下方留言 恭喜欧阳飞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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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